街之項文,小島情味長洲女人的半邊天,名部專訊 長洲,無論在什麼日子去,都是人潮如跡至於長洲的小食 一般人馬上會想起大魚蛋、芒果糯米池等 不過,這些小食其實是後來遵住的 長洲本來也有自己的風味可惜 最近在facebook留意到,長洲持名的雞蛋仔婆婆 年屆八十二靠自己手藝過活,卻因為加租 不得不結業其實島內環有許多自力更生的本地小店 部分更是由婦女主理,她們靠雙手撐起半邊天 雖以年歲漸長,但仍堅持製作自家出品她們所做的是Comfort Food 也是懷舊味道者者平實的貢獻 形成長洲人的社區網絡 以及感情依靠取作旅遊業越來越興旺 長洲的社區脈絡也受到越來越大的衝擊 也許只能跟著地道長洲人 才能在小到尋到日漸消逝的滋味一 自己小食帶大粒滋味雞蛋仔 在二婆跟長洲人抽身去找雞蛋仔婆婆 來到自己小食門前 店名看起來像是忘記小食小店前鋪後居 婆婆坐在屋內藏原 有幾個街坊在幫她收拾來探婆婆的人樂意不絕 記錄小島故事的網站點點長洲負責人Harmony 正在給婆婆歷印照片做紀念上週日 是婆婆最後一天營業 店外排了長長人龍 買一底雞蛋仔要等一個半小時以上 有些街坊擔心婆婆大熱天時太粗勞本來 小店連飲品也差不多受獻 婆婆卻在週一多盡兩箱水 就是為了讓晚上在球場打球的年輕人有水渴 雞蛋仔烤薄餅曾經兩夫妻婆婆八十二歲 四十多歲時和丈夫經營車仔檔 直至2012年白白病世 她獨力支撐小店因為白白的名字裡有個字字 所以叫自己白白當年做泥水 夫妻展轉搬到長洲 轉行做雞蛋仔白白用不鏽鋼做車仔 第一架車仔卻被小販管理隊收去 於是她又在做現在這一架她們當年在長洲到處擺賣 婆婆敲薄餅、白白做雞蛋仔 一人一邊、還賣蛇魚蛋、長仔 那是難忘美好的歲月後來車仔當搬入店 她們也搬了好幾次 現在北社街北地苗旁的店位 最為由狗婆婆的雞蛋仔用石油氣爐中火慢烤 外脆內軟 街坊人人讚好雞蛋仔特別大粒 原來因為白白將雞蛋仔鐵毛打某個烤薄餅裏面 則夾料煉奶、糖、花生醬 是傳統口味 用的是炭露露面的鐵塊很重 掀起來加炭時其實很吃力 婆婆長年吸入一樣花炭 也對她的身體有些不良影響人情味濃難的 早今問婆婆她的雞蛋仔為何那麼受歡迎 她笑著說 都是這樣調味咯 雞蛋、水、麵粉、糖、即叫即烤好味 除了心機 還有人情味自白白離世後 小店的鐵門常常搬染 因為個子小的婆婆推不動有街坊 特地去內地訂製長洲池名 阿婆雞蛋仔字樣 替她貼在窗上天冷時 街坊會說 阿婆、冬呀 你穿多件衣服呀落雨時又說 阿婆你要小心地失怕真是唔畫得的 所以我都不捨得搬連客人也肯遷就她 好食就要等家那婆婆精神逆逆 說話鏗鏘有力 整天笑容滿面 即使獨居 她說在這裏生活 街坊來買東西聊天 已很開心事實上 她每日只賣到七百底雞蛋仔 差二百多三百元 而假日賣十多底增五六百 收入不多最近一下只加租千多元 她說如果不嫁租我就繼續做嫁了 做多一年半載了 不捨得地街坊但婆婆被迫退休自己小食 相信街坊食客都不會忘記 而如泰麵家長洲人飯堂樓 廚丈夫未到如泰麵家的店外 用華舊的汽水箱碟起家箱 放著炸雲吞叫一碗雲吞水攪麵加腩汁 才二十三元 菜點兩元四隻炸雲吞 六元一杯豆漿 三十一元盛一頓午餐 這類是很多長洲人的飯堂老闆娘少太 正在包雲吞她在長洲出生 丈夫本來做茶流點申報 後來到長洲打工 二人相識結婚小娘口轉賣分眠 親力親為 連雪櫃、綠色大鐵皮櫃都是二人合力台進點內 她們有三個子女、丈夫在小女兒四歲那年病世 二十多年來 少太就靠麵店養家 她怎樣教我 我就怎樣調味雲吞裡有鮮蝦 一斤餡料用多少調味 她都用清涼過她還賣潮州魚蛋、咖喱雞翼尖、紅豆沙 她謙虛說不懂煮食 她只是保留了丈夫的烹調方法 二多年來不變來的客人,都熟口熟臉 她說,有些已經結了婚 帶著小朋友過來吃,也有很多搬料出去 回來都有光顧無摩擦的我們 全長洲的街坊都好乱舌的三塌環雪 二多年前,明星劉嘉玲、黃逸華、周海薇也來店女取景拍視 劇集名稱叫以不容情地址 長洲大新街四十四號地下三、冰廠豆腐花香 或農一個木桶幫補加計冰廠豆腐花的位置很偏僻 位於冰廠路如得名,在兩層高的工廠大廈地下 搭了藍色帳篷凍豆花,的確是又香又滑又涼 怪不得街坊口耳相傳老闆娘二十多年前 在街邊擺車仔檔 是長洲第一檔糖水鋪她丈夫做裝修 當年工作不足,她起初只賣小桶豆花 幫補加計,後來才搬入鋪她在家做豆花 又要料理三餐,患要照顧四個兒女 她至今年屆六十,子女都出身了 現在下很多店舖用的木桶,裏面其實是不鏽鋼 但她二十多年來仍用木桶做豆花 她用電動石磨磨豆漿,秘訣是豆要靚 我用加拿大的豆,大小要均勻,石膏粉要下得小 水的份量要合比例寧願豆多放一點,才有豆味 這寫都要花心機豆將煮緊後倒進木桶 腰狀得均勻,豆腐花才會滑環有自家製作的資謀 涼粉,缽仔糕約在下五二時開賣,五六時收檔 修緣跡紙冰廠路逆時加樂徑 很多人行山喉,都來吃一口糧食 百年平安茶鴛鴦唔該 小巷梁茶婆婆傳婆婆在大津海榜路 有一塊白板紙,上面標示百年平安茶鴛內依指示走進小巷 有一盞昏黃小吊燈,極小的檔口,寫著買茶 惡靈一個老婦人走出來,終於見到梁茶婆婆的爐山真面目 但她說,梁茶婆婆另有其人十五六年前,梁茶婆婆近八十歲,在大街店頭賣了幾十年梁茶 後來退休,將梁茶藥封傳給這位劉太劉太說 梁茶婆婆以前在澳門的中藥方執藥,有自己的獨門被封藥封傳到劉太手上 她近年也退休了,便在後巷擺小檔喝慣她梁茶的老師學生 還替她做指示派小檔賣二十四味五花茶、銀曲露和紙貝天葵 還有鴛鴦,即二十四味混五花茶或銀曲露最神奇的事 訪問期間,沒有客人轉進後巷,無需言語 她已知道要賭哪一款糧茶客人放下錢,一口氣喝光糧茶便走了 如是這四五六個人,有時更有幾個人在排隊糧茶一杯一百元,兩杯十四元 讓劉太增點生活費她在西華美定藥財 一次定上幾百斤運到長洲她每早煲糧茶 不隔夜,冬天就賣熱的,夏天賣冬的有街坊幫襯了幾十年 說,這家是老字號,患是這女比外面好渴 味道濃蝦,真材實了蝦這位第二任良茶婆婆笑著說 如果無效,街坊就不會來飲,走過來就放下錢那地址 長洲大新街六十七號地下五 嬌姐海味鹹魚筆湯土獨門方式自家曬嬌姐和丈夫都是水上人 1996年上岸,便在長洲雜根,生了六個子女當年她和丈夫開海味店 曬鹹魚公序由她一手包辦她將新鮮生猛的海魚滑牆拆鹽 特別之廚師不湯開魚肚,將內臟由魚嘴和魚衰那裡抽出來 不開肚,就由香又甜街坊推介她出品的地捕魚粉 用大地魚烘香,再拆肉墨粉,是天然的味精 放湯半面有鹹香與味嬌姐雪,兩口子京營海味店 可不用家重子女負擔,找得多少是多少地址 長洲大新海磅路93號地下點點長洲點點長洲 其實是由Harmony一人負責源於2001年 她爺爺位於長洲大新街的中藥鋪德壽堂島塌 荒廢九年之後,在2010年清拆,促使她開始記錄及推廣長洲的故事 而她以長洲做回憶沙漏的瓶頸為計劃,申請得第一期李嘉誠基金 Love Ideas H.K. 資助,並開設臉書專頁,辦展覽及出版小刊物 並定期舉辦蒲白長洲道想活動詳情Storybook DimDimCenture H.K. 問李寶如圖受訪者提供 李寶如編輯屈曉同FB.H.T.T.P.W.W.W.Facebook 和SundayMingPayO小店的玻璃窗寫著長洲詞名雞蛋仔阿婆 原來是街坊替她訂造貼上婆婆手拿雞蛋仔毛 捨不得讓人碰李寶如4.小店的玻璃窗寫著長洲詞名雞蛋仔阿婆 原來是街坊替她訂造貼上婆婆手拿雞蛋仔毛 捨不得讓人碰李寶如4.自己小食 李寶如4.自己小食 李寶如4.雞蛋仔婆婆的正點之寶 鐵毛由她丈夫去世前親手打磨過 所以蝦出來的雞蛋仔特別大粒 李寶如4.雞蛋仔婆婆的正點之寶 鐵毛由她丈夫去世前親手打磨過 所以蝦出來的雞蛋仔特別大粒 李寶如4.雞蛋仔鐵毛有一定重量 婆婆一天最多只能做十多底 受訪者提供 雞蛋仔鐵毛有一定重量 婆婆一天最多只能做十多底 受訪者提供 上週日 自己小食最後一天營業 食客在門前大排長龍 受訪者提供 上週日 自己小食最後一天營業 食客在門前大排長龍 受訪者提供 如太麵家 李寶如4.雞蛋仔 如太麵家 李寶如4.雞蛋仔 如太麵家 李寶如4.雞蛋仔 如太的雲吞水餃麵 不論是雲吞或水餃 二十多年來 老闆娘都依著丈夫生前 教他的調味份量製作 李寶如4.雞蛋仔 如太的雲吞水餃麵 不論是雲吞或水餃 二十多年來 老闆娘都依著丈夫生前 教他的調味份量製作 李寶如4.冰廠豆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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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湯土,他將腰內臟由魚嘴和魚塞抽出來, 保留了魚的甜香,李寶如四,嬌者親手制的地補魚粉, 魚粉不會控得太凍,李寶如四,嬌者親手制的地補魚粉, 魚粉不會控得太凍,李寶如四,明報制圖,明報制圖。